大家好,我是索菲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一集我有跟大家分享我这颗 German Emperor 之前它一直都没有开放 它一直都是含苞待放的状态 停留了将近一个多星期了 今天一找,我突然间发现 看 它却真的是开放了 而且呢,好漂亮好漂亮的小花 它层次很丰富的,很多的 而且这花心,看,现在张开了 它就像一朵呢,迷你的,大的那种令箭荷花 非常的可爱 上一个视频呢,我有说这个花可能是不会张开了 没想到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前一个视频我有跟大家说这颗 German Emperor 是怎么来的 也就是一个花友,他也喜欢花 然后大家交换 然后大家交换 交换的时候呢 它那盆花呢,我觉得那就是有点虫子 我就说,我就要这个 花的这个,花的这个顶端 顶端,这片叶子就好了 我就把这一片叶子很小的 你看,这叶子呢,跟这花差不多大 就把这叶子的顶端 给它,就用手 去掰下来了 因为当时在外边嘛 也没有剪刀,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就用手给它掰下来 它很脆的 一掰就下来了 掰下来了这个叶片的顶端 然后回家我就给它种在了这个花盆里 没想到过了几天呢 它上面呢,就长了好多花苞 两边,就是在这个叶片的两边 就长了一排 两边都有 这样长了很多花苞 但是呢,它最后呢 它别的花苞慢慢慢慢的都干枯了 就像这个 现在这 这个花的这顶端 这里还有一个干枯的这个花苞 就像这样子 慢慢都干枯了 然后呢,它就剩下了这一朵花 你看它那个尾管树 很突出的 而且这个花的底下 它这个尾管树呢 它通到 一直通到中间的这个尾管树 这里是很壮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花它就 开放了 真的是没想到 给我带来真的很大的惊喜 但是我不知道 它这个根有没有长的情况怎么样 我想应该这个根也在长 真没想到这个花 它会一直一直这样子能长 然后呢,等了这么久 它就终于开放了 真的是很高兴 而且呢,特别的漂亮 它这个颜色粉粉的 给人的感觉是很可爱的这种颜色 这个花朵 不算是很大的 它跟我这些 你看这个 这个是春天蟹角兰 这一盆小小的 这一盆也是长了 开了挺多花的 就是一个小小的盆 那跟它比起来 一个小小的盆 这个花跟这个花差不多大吧 看 这跟这个春天蟹角兰 这个花差不多大 那春天蟹角兰 它就是单片的 这样一片的 这个 德国皇后 它这个层次就很丰富了 看 太美了 而且真的没想到 这个 德国皇后 英文也就叫做 German Empire 这么容易就开花了 我种了很多种硬件荷花 但是都要 长到有一定的时间 它才能开花的 这个 德国皇后 就这么一片小小的叶子 而且就这样它就开花了 怪不得很多花有的孟母 有没有这个品种的 哇 原来是它这么容易就开花了 真的是没想到 不知道它这个花朵呢 会不会继续张开 开成更大一朵 就是这花瓣 现在看到它这个花心才刚刚露出来 它这个花瓣 它这个花瓣会不会呢 整个脏开来 比现在中间这里 你看 还是有很多花瓣 重在一起的 而且不知道它会开多久呢 这种花 会继续拍给大家看 它真的是太可爱了 而且还这么有意种 这么有意就开花 真的是没想到 真的很提倡朋友们去种这个花 如果它会继续开放 我会继续拍摄视频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尽情的欣赏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呢 对你有所帮助 有很多兴趣 那么就请关注 点赞 并欢迎转发 开启你的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个视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